NETSCHOOL 日本語クラスへようこそ 本文部分的单词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49页 第一个单词 磁心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通讯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日汉字通所构成的几个动词 首先是kayou 是一个自动词 意思是来往 也可以表示上学 上班 另外还有流通的意思 比如说 電車が市内まで通っている 意思就是电车通道市区内 再比如说 いつもバスで学校に通っている 意思就是一直坐公交车上学 再比如说 二人の心が通っている 意思就是两人心意相通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自动词 通る 意思是通行 穿过 通过 比如说 この部屋は風が通るから涼しい 意思就是这个房间很通风 所以很凉快 再比如说 再比如说 吹風機で電車が通れなくなった 意思就是由于暴风雪 电车停运了 再比如 その法案が議会を通った 意思就是 那一法案在议会上通过了 另外 通る还存在一个相应的他动词 也就是通す 意思是 使穿过 使通过 比如说 この道路は車を通さない 意思就是 那条路不通车 再比如说 新しい規約を通した 意思就是 通过了新的规章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通じる 做自动词使用时 意思有 通 通往 通小 通用 比如说 この街まで高速道路が通じる 意思就是 高速公路通到这个城镇 再比如说 このホテルでは 日本語が通じる 意思就是 在这个酒店 可以使用日语 做他动词使用时 意思是 使通行 也可以引申表示 使理解 比如说 全国各地に 鉄道を通じる 意思就是 把铁道通向全国各地 再比如说 自分の意思を他人に通じる 意思就是 把自己的想法 传递给他人 最后 我们再来补充两个句型 分别用到了 通じる和通す 这两个单词 也就是 意思有两方面 首先可以表示 通过某种手段 过程 中介人等 比如说 我通じて 今の妻と 知り合いました 意思就是 我和我的太太 是通过朋友的介绍 认识的 再比如说 今は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通して その日のうちに その日のうちに 世界の出来事を 知ることができる 意思就是 现在可以通过 通过网络 了解这一天 在世界各地 所发生的事情 另外 另外还可以表示 在整个范围之内 比如说 その国は 一年を通じて 暖かい 意思就是 这个国家 一年四季 都很暖和 再比如说 五日間を通しての会議で 様々な意見が出された 意思就是 在五天的会议中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 好的 我们再继续看 两个汉字词汇 首先是 凯旋 意思是 线路 然后是 词話 意思是 通话 然后我们再看 下一个是 web 是一个外来语 意思是 互联网 网页 然后下一个是 速度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速度 在这里 首先看一下 日汉字速的 音读发音 读作 速 比如说 日汉字写作 速达的 速達 意思是 快递 再有 高速 意思是 高速 迅读方面的话 有一个 使用动词 需要大家注意 也就是 速度 意思是 迅速 及时 比如说 速度 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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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迅速 处理 问题 然后我们 看下一个是 up 是一个 外来语 意思是 提高 上涨 然后我们 再看下一个 单词 是一个 形容动词 意思是 飞跃的 比如说 科学 的 逆 的 进步 意思就是 可以期待 科学的 飞跃性 进步 在这里 还是请大家 注意一下 日汉字 月的 发音 在 迅读方面 构成一个 自动词 也就是 踊 意思是 跳跃 跃动 比如说 嬉しさで 胸が踊る 意思就是 欢心 雀跃 另外 踊る的 日汉字 还可以写作 勇 这时候 它的意思是 跳舞 比如说 歌いながら 踊ります 意思就是 边唱 边跳 好的 我们再来看几个 外来语 首先是 Power Up 意思是 提高能力 然后是 Call 意思是 呼叫 打电话 最后是 Mail 意思是 邮件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大容量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大容量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Mail Art 同样是一个外来语 意思是 邮件 艺术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Gazō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肖像画 图像 然后是 Sōnyu 同样是 同样是一个汉字词汇 但是 除了做名词使用之外 还可以在词干之后 加一个 する 构成 他动词 意思是 插入 在这里 补充一个 由日汉字 X所构成的 他动词 也就是 SAS 意思是 X X入 比如说 Kabin ni Hana O SAS 意思就是 在花瓶里 插花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Fuku su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Fu su Gi ge 比如说 Onaji ginkou nai de fuku su no kou za wo tsukuru koto wa dekimasu ka 意思就是 可以在同一间银行 开几个户头吗 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Sulai do 是一个外来语 意思是 换灯片 也可以表示 经济浮动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是 Original mail 同样是一个外来语 意思是 个性邮件 在这里 我们看几个词译上 比较接近的外来语 首先是 Original 除了做名词使用之外 还可以做形容动词使用 意思是 原创 原作 独创的 然后还有 Originality 意思是 独创性 创造力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Kouonshitsu 是一个名词 意思就是 高音质 然后下一个是 大迫力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很能打动人心 比如说 彼女の大迫力の ある演技に 圧倒される 意思就是 被她的充满魄力的演技 所征服 在这里 请大家注意一下 日汉字 Po的发音 读作 Haku 比如说 急Po QuHaku 紧Po KinPaku 在这个单词中 Haku 跟在了 波音 N的后面 所以发生了 半拙音变 读成了 Paku 然后 我们在这里 再看几个 音读单词 比如说 告白 KokuHaku 拍手 HakuHushu 素婆 SukuHaku 意思就是 住宿 通过这几个单词 我们可以看到 告白的白 拍手的拍 素婆的婆 包括 破例的破 它们都含有 白字 这个边旁部首 所以 它们的音读发音 都读作 Haku 这在日语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发音规律 请大家注意 然后 在迅读方面 请大家记一个 迫る 做自动词使用时 意思是 逼近 破近 急迫 比如说 資源が目前に迫っている 意思就是 考试迫在眉睫 再比如说 問題の確信に迫る 意思就是 逼近问题的核心 也可以做 他动词使用 意思是 强迫 迫使 比如说 迫迫を迫る 意思就是 逼迫回复 再比如说 迫迫を迫る 意思就是 强迫辞职 然后 我们再看 下一个单词 ゲーム 是一个外来语 意思是 游戏 然后下一个是 世代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一代 比如说 世代の差を感じる 意思就是 感受到 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的差异 在这里 补充一个 发音上比较相近的 世代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户 家庭 也可以说成 ショタイ 然后 我们再看 最后一个单词 Exciting 是一个外来语 做形容动词使用 意思是 激动人心的 使人兴奋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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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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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句型 naradeva 在截句上 naradeva只能记在名词之后 如果直接截句 会采用naradeva的这一形式 如果后接名词 就要在naradeva的后面加一个no 如果后接动词 则是直接使用naradeva的形式 在意义上表示在意义上表示对某事物进行高度的评价 常常以naradevaの加上名词的形式出现 也可以在后半句用上否定的形式 翻读成中文的话 意思就是只有才能 好的 我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澄みきった海 潮の香り 南国の島ならではですね 意思就是 湛南的海洋 潮水的气味 这只有南国的岛屿才有啊 再比如说 当店ならではのすばらしい料理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意思就是 请品尝 只有本店才有的美味料理 再比如说 これは日本ならでは 見ることのできない光景だ 意思就是 这是只有在日本 才能够看见的景象 皆さん 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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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形態のある毎日 さあ3G形態のある毎日を始めましょう 3G形態の特色はその通信回線です 新しい通信回線を利用することにより 通話品質とウェブ通信速度がアップし さらに快適になりました またサービスも飛躍的にパワーアップし 海外で使えたりテレビコールができるのはもちろん メールやウェブがより大容量になりました 大容量だからメールアート機能で文字の大きさや色を変えたり 画像を挿入した複数のスライドを組み合わせたりして オリジナルメールが作れます また高音質な音楽から大迫力のゲームまで楽しめます テレビコールではお互いの表情や景色を見ながら通話できます 時間や距離を超えて今すぐ会いたいあの人に 言葉では伝えきれない気持ちが伝わります また3G携帯ならではのサービスが色々利用できます 第三世代の携帯電話は 私たちの毎日をもっと楽しく もっとエキサイティングに変えていきます 3G携帯電話のある毎日を始めましょう 3G携帯電話のある毎日を始めます 3G携帯電話のある毎日を始めます 3G携帯電話の特色は その通信回線です 3G携帯電話のある毎日を始めます 3G携帯電話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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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下去 新しい磁性回線を利用することにより 通話品質と web 磁性速度がアップし さらに快適になりました 在這句話中的により 相当于によって 在这里表示原因 音音可以翻譯成 由于 此外 这句話中盾的两个地方 都是用到了 動詞的連用型 而不是T型 也就是 により 以及 アップし 所以这句話的意思就是 由于使用了新的通信線路 所以通話質量 和網絡通信速度 都得到了提高 在使用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舒適便捷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句 また サービスも 飛躍的に パワーアップし 海外で使えたり テレビコールができるのは もちろん メールや web が より大容量になりました 在这句話中 首先注意 わもちろん 这一句型 意思是 字不必说 类似说法 还有 わもとより 比如说 彼は日本語はもちろん 日本の伝統 文化にも セーツしている 意思就是 日語字不必说 他连日本的传统 文化 都非常精通 并且 わもちろん 只能接在名詞之后 所以在这里 使用了 形式名詞 no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つかたり 是つかう的 可能太 在结合使用了 たり 这一句型 所以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 并且 服务也得到了 飞跃性的提升 不仅可以在海外使用 以及 能够开通视频电话 并且 电子邮件 以及互联网通信 都具备了 更大的容量 好的 我们再看下去 大容量だから メールアート機能で 文字の大きさや 色を変えたり 画像を挿入した 複数のスライドを 組み合わせたりして オリジナルメールが 作れます 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 还是请大家 注意定语存句的使用 并且 需要注意的是 句位的 つくれます 是つくる的 楽しめます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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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在视频通话中 能够一遍看到对方的表情 和周围的景色 和周围的景色 一边进行通话 好的 下一句是 時間や距离を超えて 今すぐ会いたい あの人に 言葉では伝えきれない 気持ちが伝わります 仍然注意下 定语存句的用法 在这句话中 言葉では伝えきれない 是修饰 気持ち的定语存句 并且 这句话的主语 和冰语的位置 发生了颠倒 正常的语序 应该是 言葉では伝えきれない 気持ちが 時間や距离を超えて 今すぐ会いたい あの人に伝わります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无法完全用语言 来表达的心情 就会跨越 时间与距离 传达给 现在立刻 想见的那个人 好的 我们再看下去 また3G携帯 ならではのサービスが いろいろ利用できま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并且还能够使用 只有3G手机 才具备的 各种各样的服务 我们再看 最后一句 第三世代の 携帯電話は 私たちの毎日を もっと楽しく もっとエキサイティングに 変えていきま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第三代手机 会让我们的每一天 变得更加快乐 更加精彩 好的 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皆さん 今日の授業は ここで終わりましょう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なら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ね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疲れ様でした